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文史领域的游牧民 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文学博士故事榜 欢迎来到最强帝王父子档系列 今天我们继续讲东汉的组合 官武帝刘秀和他的儿子明帝刘庄 本期视频的主人公是刘庄 对于一个王朝来说 最受关注的往往是武功赫赫的开国帝王 其实最能决定一个朝代发展走向的 往往是第二代第三代 尤其是第二代 因为如果第二代表现的不够好 可能就不会有第三代了 有不少伟大的朝代 往往都是由第二代通过长期的努力 奠定了整个朝代的根基 形成了他自己的特色 比如说汉民帝刘衡对于西汉 汉民帝刘庄对于东汉 可以说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庄是刘秀精心培养的接班人 作为东汉的第二代 他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史密 为东汉这个接近200年的伟大王朝 增添了亮丽的颜色 下面我们希望通过解决魏京问题 维护稳定局面 拓展全新事业三个角度 深入了解这位第二代的 楷模汉民帝刘庄 第一大点是解决魏京问题 就是开国君主呢 往往要面对血流成河的场面 第二代呢 很少经历这种刀光剑影 但并不代表权力的交接过程呢 就会风平浪静 开国皇帝在打天下的过程当中呢 做过一系列的英明决策 取得一系列的分工伟绩 很容易被认为是天选之子 天明所归 他的威望会杜绝很多人的觊觎之心 也会因此掩盖很多隐藏的问题 但是一旦开国君主去世 继任大魏的皇帝呢 就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 首先的挑战呢 就来于宗室的内部 很多朋友都知道 这个刘秀登上地位呢 实现光武中心 部分原因就来自于利用了 秤伟的助力 而刘秀坐完皇帝宝座之后呢 花了很多的精力 来防止有人走自己走过的路 皇帝不会允许再有人 借助这种神奇的政治预言 对东汉的政权呢 造成威胁 刘秀在世的时候呢 那些完工贵族 他不敢吃心妄想 可是一旦刘秀去世 坐在宝座上呢 变成了只有30岁的刘庄 不少人就开始蠢蠢欲动 玩起了关于天命的把戏 甚至包括刘庄自己的亲弟弟刘金 刘金呢 也是刘秀和英丽华所生 与刘庄义乃同胞 在刘金的心目中呢 爸爸刘秀果然伟大 但是哥哥刘庄作为接班人呢 却未必是了不起的 刘庄刚刚继位 身为山羊王的刘金 就做出了废一所思的事情 他竟然劝另外一位哥哥 同父异母的东海王刘强骑兵造反 刘强呢 是郭盛通生的孩子 郭盛通呢 做皇后的时候呢 作为长子的刘强 做过一段时间太子 后来国皇后因故被废掉 换成了英丽华当皇后 刘强就感觉自己这个太子之位 也坐不稳 就提出了辞职 那么刘秀呢 就把太子位置呢 交给了刘庄 刘强被改分为东海王 那么刘金这个人呢 可以说善于于他人着想 他觉得刘强对于刘庄当皇帝 肯定有想法 就冒充刘强的亲舅舅 大红卢郭矿 给刘强写了一封信 他信里面劝对方 取兵多于天下 认为起兵 功益于泰山破鸡子 亲于四马彩虹毛 那么刘强接到这个信呢 吓得洪飞破散 赶快把信交给皇帝 那么皇帝查出来是刘金干的 就迎人不发 改封刘金去做广陵王 广陵在西汉呢 一直就是世故多发地端 让刘金去做广陵王 本来就有让他反省的意思 没想到这位刘金啊 不思悔改 几年之后呢 他又找人占卜 说我已经三十岁了 我爸爸刘秀 就是三十岁了的皇帝 我今年能不能起兵 那么刘庄收到情报之后呢 派人就将这个刘金软禁起来了 刘金还是死不悔改 他又找了一些神棍 搞起了诅咒皇帝的把戏 那么司法机关 苦苦请求皇帝 下令让他杀死刘金 可是毕竟刘金是皇帝的亲弟弟啊 那么为了皇家的体面 最后呢 是让这个刘金自杀了 可以说 维持了皇家的这样一个颜面 那么同时呢 将他的儿子改封为 将封为侯爵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 刘庄的义母兄弟 济南王刘康 淮阳王刘延 楚王刘英的身上 刘庄采取的措施呢 分别是削减 刘康济南国的封地 捡了五个县 将刘延的淮阳王呢 贬为福林侯 刘英呢 也是被废除王位 后来他自杀了 有人可能会因此提出怀疑说 刘庄你有这么多的兄弟 那么九个人当中 有四个人想造泥的反 看来这个人呢 他的人品不怎么样 其实呢 这还真不是刘庄的问题 这下是爸爸刘庄留下的大坑 因为刘庄这个人呢 以柔著称 对于英丽华和郭胜通 给自己生的孩子呢 他都很疼爱 在接班人 刘庄得到大力培养的同时呢 这个刘庄可能不够重视 对其他皇子的教育 刘庄在世的时候呢 大部分皇子都受到父亲的宠爱 甚至是纵容 他们称王一方 目无尊长 当刘庄去世之后呢 纷纷在各地的年轻王爷呢 自然要回到洛阳奔丧 在葬礼上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这些人都要跟太子 顶尖排排坐 还对 吃手挖脚 连太尉老称赵锡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他拔出宝剑 怒斥 才把这些皇子给轰走了 大家通过这个实力 可以看出 这些皇子心中是多么的缺乏 君臣之分的红线意识 难怪后来能够招来 那么多的灾祸 还有呢 就是对于公军阶层的安抚 西汉初年的军工集团 对于朝政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 几代皇帝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呢 才让他们失去原有的活力 在这一点上呢 刘秀做的足够聪明 他利用那些河北南洋的995夫 打下了江山 却不想让所有的功臣呢 都参与治理江山 这些功臣呢 有的是战死沙场 为国捐躯 有的是积劳成绩 一年早逝 有的是功臣身退 吉甲归田 有的是听从调钱 打一小仗 辽度余生 那么刘秀作为一个应兵的领袖呢 对于去世者呢 都能够给予足够的哀容 同时呢 那些战事者也能感到皇帝 对他们的关爱 但是刘秀当皇帝的时候呢 没有人对这些开国元勋 进行过一个集体的褒奖 特别是就没有一个牌位 想当年 汉宣帝刘秀实现光武 这个汉室中心之后呢 曾经选出十一位功臣 把这些功臣的画像 放在麒麟格当中供奉 这就是一个光辉的先例 光武中心之后呢 却没有类似的表彰功臣的举措 不能不说是东汉的一大缺憾 那么永平三年 又是公元六十年 汉民油庄呢 弥补了父亲的遗憾 他在洛阳南宫的云台阁 入藏了跟随父亲刘秀 打江山的二十八位将领的画像 这就是刘方百世的云台二十八将 通过这样一种仪式呢 可以说不仅安抚了 开国功训的后人 而且呢 昭告天下 大汉是不会忘记那些 曾经立下过汉马功劳的 任何一个人的 压大典是维护稳定局面 就开国君主 百战成功 等到消灭群群的时候呢 国家早已是千疮排拱 需要长时间的休养生息 刘秀在公元二十五年呢 就登基称帝 但是其实直到建武十三年 又是公元三十七年 他消灭公分数 天下才恢复统一的局面 之后经过了刘秀二十年的发展 汉朝的国力得到部分的恢复 那么汉民地刘庄呢 他的历史使命就是延续这种稳定的局面 增强汉朝的国力 他做的相当不错 选几个重要的点来作为例证 第一点 智礼作乐 就是虽然说 有的兄弟跟刘庄关系不好 但是刘庄呢 也拥有一位历史上最高级别的好皇帝 就是东平王刘苍 刘苍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贤王的楷模 他千功好学 理先下士 深得皇兄的信任 永平初年 就是刘庄 做上皇帝之后 坚决不放刘苍去自己的封地 刘他在朝中作为票继将军辅政 那么刘苍最重要的政绩呢 就是主持汉朝礼仪的修订 就是王王改制的时候呢 汉朝的礼仪从乐器到制度呢 都是凋零殆尽 那么到了汉民帝刘庄的时候呢 就礼乐建设 就提倡了日程 就刘苍 召集如学大家 会同公亲百官 制定一系列的礼仪 使得汉官威仪呢 重新的展现在世上 第二个例子就是尊师重教 就是刘秀精心培养刘庄 让大儒桓荣当他的老师 刘庄做了皇帝之后呢 并没有忘记对老师的尊敬 他经常去看望桓荣 而且呢 严格的执弟子之礼 甚至刚到桓荣家所在的街区的时候呢 他就下车步行去看望老师 堪称古代帝王尊师的典范 另外呢 刘庄非常重视学校教育的作用 根据汉书的记载 在永平二年 就是公元五十九年 这个四姓呢 就是东汉初年的四家外妻 分别是刘秀的母亲 藩氏家族 刘秀的两任皇后 郭氏家族和殷氏家族 就是刘庄成立这个四姓小侯学呢 教育这些外妻子敌呢 可以避免他们陷入交涉淫逸的境地 可以说用心良苦 而且呢 在汉民帝时期呢 连七门雨林这些禁军的将士 都能够背诵孝敬的章句 通过这个点就可以见 这个刘庄对儒协教育的极度重视 第三个例子 就是日理黄河 大家都知道 黄河是一条不安分的河流 经常发生水患 尤其是黄河下游 它既是养育千万华夏阿女的 温馨家园 也是经常发生 江河横溢人祸为渔鳖的仲裁区 如果不及时的加以修制呢 就会形成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社会问题 实际上 自从这个汉平帝年间 黄河发生大缺口之后呢 中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呢 黄河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治理 豫州 衍州 冀州的人们呢 几乎每年都要饱受洪老之苦 永平12年 也就是公元69年 汉民帝果断的启用 当时名不见金传的小臣王景 授予他治理黄河的权权 王景蒸发了数十万民夫 洞容了国库当中的一百亿个钱 修制了黄河入海的千里堤坝 那么这个黄河的安兰 为东汉的繁荣稳定 打下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汉民帝在委期间 非常重视农业 他每年呢都清根祭田 而且多次下诏劝农 使得东汉的经济稳步的提升 根据历史的记载 经过汉民帝永平年间 18年的长度发展 朝廷控制的人口数 从2100万增长到3400万 可以说东汉在明帝时期 真正的强大起来了 第三个大点是拓展全新事业 作为一位出色的接班人 肯定不能满足于 维持前任的局面 还应该清楚前任有哪些 因为实力不够或者时机未到 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情 要量力加以推进 这是第二代的历史史密之一 那么光武帝建武年间呢 北方草原上的匈奴内乱不止 建武24年 也就是公元48年 匈奴再次的发生了分裂 其中有一部分呢 南下归附了汉朝 称为南匈奴 留在草原上呢 称为北匈奴 他们继续与汉朝为敌 多次的越国长城去打击南匈奴 骚扰汉朝的边疆 汉武帝实在是不想打仗了 他就把匈奴问题呢 可以说是顺言留给了下一代 那么经过永平年间的长度发展呢 东汉的国力遭遇是今非昔比 就耿氏家族的将来代 就是那个名将耿眼的侄子耿炳 提出解决北匈奴问题的全盘的方案 这正合汉民帝的心意 永平16年 也就是公元73年 汉民帝派出了耿炳 窦固 寨荣 莱苗 四路大军全线进攻 吓得这个北匈奴远顿墨北 这一仗呢 虽然战果不大 但是拉开了东汉 进攻匈奴 以及金银西域的大幕 第二年 汉朝征服了东天山脚下的 车师前国和车师后国 随后在西域设立了 西域都护和乌籍校尉 开始派兵屯树 这一位后世惊艳不已的 这个班超万里分侯 和耿公十三勇士深入御门关 搭建了广阔的历史舞台 永平18年8月6日 汉民帝刘庄在洛阳病逝 但是他开启的事业呢 被他的儿子汉张帝和他的孙子汉和帝 很好的拓展下去 困扰大汉三百年的匈奴问题 终将迎来一个 奄然乐实的大结局 最后我们聊一聊 明帝的明察问题 就是汉明帝 在东汉历史发展过程当中 地位非常重要 但是这个人 后世的风评却不太高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于他的脾气不够好 史书记载了 颇为滑稽的一幕 就是曾经西域诸国 献上贡品 皇帝亲自去查账 他发现记录有误 就叫来负责这个问题的上厨郎耀松 要打这个耀松 而且他是自己亲自动手去打 这个耀松好汉不是野年亏 八腿就跑 皇帝紧追不舍 耀松知道自己跑不掉 是好搬出了礼记当中的句子来救命 他说 所谓天子木木 诸侯惶惶 您作为一代人君 怎么好亲自动手打人呢 这个熟读儒家经典的刘庄 听到这句话呢 是好心心作怕 那么刘庄如此举动呢 自然有损帝王风度 说白了 这个人就是信子吉 信子吉的人呢 往往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 那么刘庄他就是这样 急了眼真的是要动手打人的 那么作为皇帝 这当然不值得提倡 曹丕就曾经批评过刘庄 这个人过于明察 没有长者的风度 但是呢 辩证地看 刘庄的明察呢 主要的方面还是可以立国立民的 比如大的像 及早察觉诸货王的谋反迹象 将祸患消灭在门牙的阶段 避免了社会的大规模的动荡 小的呢 相对那些年轻的官员呢 刘庄曾经开创了一种福利制度 就是有一次啊 刘庄早起散步 他发现那些值班的尚书郎 这些年轻人 夜里就睡在大殿停住的住处的旁边 早上呢 也没有专门的饭吃 这个年 这些年轻的公务员 生活的如此的不容易 引起了皇帝强烈的恻隐之心 他当即下令 以后要解决好 值班郎官的食俗问题 就包括尚书郎耀松在内的郎官 从此才吃上了功利的食堂 有了值班的卧房 你看 有一个明察的领导 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那么 刘庄信子吉呢 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基于求成 希望尽快实现天下大志 之前我们说过 刘庄做太子的时候呢 曾经劝他爸爸刘秀注意身体 可刘庄自己做了皇帝之后呢 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 跟他爸爸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是以根尽乃媚 先无根起 率长如此 也就是说每天都加班 晚上十一点以后才入睡 不到凌晨五点呢 又起来干活了 那么刘庄只活了48岁 跟操劳国事呢 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最后我们请观众朋友们 都来说一说 汉民帝作为东汉的第二代 是不是非常合格 谢谢大家